躺着玩手机会邪视吗?好吓人 对很多人来说,每天最快乐的事情 大概就是躺在床上玩手机了 简直舒服又安逸 然而,有不少人说,躺着玩手机会变邪视 微博上也有报道 东莞小伙每天玩6个小时手机 结果被诊断为即兴共同性内邪视 躺着玩手机真的会邪视吗? 什么是即兴共同性内邪视呢? 请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的护眼知识 先来了解一下邪视 邪视是因为眼外肌协调运动失常 导致双眼不能同时注视同一物体 而造成邪视的主要原因 有遗传因素,集合功能不好 神经支配异常,肌肉异常等 开头说的即兴共同性的内邪视 往往发病突然,伴有复视 邪视脚在各个方向都相同 是一种没有明显气质性命变的 特殊类型的恒定性的内邪视 这种邪视,儿童和成年人都会发生 而且临床上发病率越来越高 那么,躺着玩手机到底会不会变成邪视呢? 目前来说,还没有非常直接的证据 证明躺着玩手机会导致邪视 但是对于一些本身融合功能不好 或者本来就有隐邪的人来说 长时间玩手机就可能会诱发邪视 这是因为玩手机的时候 眼睛过度调节 又使双眼向内偏邪 看到这里,你明白了吗? 虽然对大多数人来说 躺着玩手机并不会导致邪视 但是长期躺着玩手机 却会加速近视的形成和发展 侧躺着的时候,一边的眼睛受到压迫 时间久了,两边的眼睛就会发生视力偏差 而且随着瞬目的减少 肝眼也会随之而来 视频最后 有多少人是躺着玩手机的呢? 可以评论区告诉我 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的健康问题 我做科普19年了 请感兴趣的朋友点赞关注转发 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健康知识